大家好,这里是花儿厨房 今天花了三块钱,买了四个西葫芦回来 咱们今天就用西葫芦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 好多饭店都吃不到哦 出锅以后特别香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先把西葫芦清洗干净 然后切掉头尾 在中间切上一刀,分成两段 再用擦丝器把西葫芦竖着擦成细丝 西葫芦里边的白芯就不要了 擦好以后放进盘中备用 接下来咱们准备一把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以后放进碗中 准备一点大蒜把它切成片 然后切碎和葱花放在一起运用 喜欢吃辣的还可以切上一点小饼椒 不喜欢吃辣的朋友这一步可以省略 接下来往里边加入一勺辣椒粉 一勺白芝麻 先搅拌均匀 再准备两根鸡蛋打进碗中 用筷子搅散备用 铁面秤不要刷油 把蛋液直接倒进来 摊平以后用上下火开始烙纸 剪至定型 定型以后翻过来剪 把另外一面也给它煎一下 剪至两片金黄就可以盛出来了 放在板上晾凉备用 锅里边多加一点食用油 放入一把花生米 用小火把花生米先给它炒熟 一直炒至 花生米的表面微微泛红 像这样 双米已经炒熟了 把花生米捞出来控油备用 然后把剩余的油倒进香料里面 激发出所有的香味 再往里面加上两勺生抽 一勺香醋 一勺盐 一勺白糖 一勺胡椒粉 再把它搅拌均匀 一个拌的料汁就得好好拉 这个料汁非常的好吃 拌凉菜拌凉面都可以 吃起来味道特别足 现在想要把晾凉的鸡蛋饼 从一边卷起来 再用刀给它切成细丝 切好以后 抖散 断进西葫芦汁里边 再把炒好的花生米直接加进来 再把刚才调好的外能料汁 直接倒进来 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就可以装盘啦 这个时候可以闻到浓浓的香味 光是看着这个颜色就特别有食欲 用这样的方法做出来的西葫芦 开胃又解馋 吃起来酸辣爽口 特别好吃 尤其是这两天天气越来越热了 家人吃啥都没有胃口 把西葫芦这样简单一做 上桌一会儿就光盘啦 比大鱼大肉还是欢迎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这里是花厨房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